不好意思我帶小超 因為我其實很不擅長 就是跟那麼多人講話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很多 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要分享自己一些 在做環保 或者是想試著讓我朋友圈 更了解 更了解環保資訊的一些心得 就是我今天其實 早上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很多人在跟我講 小鴨是因為 就是我朋友都知道我就是會在 Facebook裡講一些小鴨的 壞話可是如果台下有人去看過 小鴨的話我必須道歉我不是 針對它的外表 或者是它的藝術價值就是 只是因為單純我覺得小鴨 那個材質很 不環保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塑膠如果它越膨脹它的塑化劑 就是加越多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他們這樣消費鴨子 可是卻沒有會實際活著鴨子做一些事 然後賺那麼多錢 也沒有幫鴨子來 成立一個基金會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蠻自私的 好像沒有給動物一些回饋 那我覺得有一點離題啊 但我其實心裡一直覺得說 那個廠牌 它應該也在道義上 也應該為流浪貓成立一個基金會 畢竟它賺半了嘛 然後這時候就是會有很多朋友 在那裡按讚或留言 但是他們就會說 對我也很氣 因為我都被那隻鴨子洗版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絕望 說我跟你講環保室 你跟我講說你被洗版是 甚至有一些人按讚以後 但我到小鴨的頁面去看 發現它竟然按我在也按小鴨讚 然後我就會有一點內心 有一點不高興想說 為什麼你們都不懂我的點 就是你們不是都是我朋友或什麼 但是這時候你另一方面理智上也覺得說 我沒有錯 但他們也沒有錯 我也不能怪他們 不能剛剛那時候 欸你們都不准去看小鴨 也不可能他們有自己的那個嘛 然後這時候你就覺得 像我自己生活是企圖走一個比較環保的方式 包括消費選擇什麼 然後可是我身邊的朋友好像都普遍上不大能理解吧 然後這時候像小鴨這種意見上不一樣是或何能的事情 他們就會覺得 欸我好像常常要關注一些議題 但他們其實不是那麼關心 這時候就不見想到就是聖經上那個保羅說 就是如果他去傳道他會覺得很痛苦 但有一些事他不講他也是會蠻痛苦的 就是那種感覺很像是 有時候紅仲修那個流行 或有一些凱盜遊戲我不去 我就會覺得喔我心裡不安 這樣晚上睡好像很不踏實 就好像欠了一個什麼 所以我後來發現就是 自己思考一些有關環境的事 然後不斷表態 有時候是要傳達意見沒錯 但同時也是一個跟自己相處的方式 就是釐清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是為了讓晚上睡覺能踏實一點 覺得我今天有試著要做一點對這個環境比較好的事 後來我就有一道就是最近也發現 就是Facebook右邊那個有很多服裝廣告或什麼 我就發現不論社運或廣告好像它不單純是一個力度問題 力度問題很重要 但還有一個東西是次數問題怎麼說 就比如說Facebook廣告好了 我算是不大 已經客製 購物欲的客製很強的人因為環保 對 但是Facebook那個廣告一直出現 我有時候看十次二十次 不小心腦窩一弱 我就點進去看哇好多衣服啊 然後點個三五次可能 對我上個月也不小心買了一件毛衣這樣 就覺得喔好像被行銷了 可是這也沒辦法 但我就突然醒悟了說喔 雖然就是很認真的去打網誌 或者是跟朋友說這個環境怎麼樣啊 或者是我們遇到什麼危險 可是他們不一定會聽 但是如果是像Facebook那樣讓他覺得 欸怎麼他又在關心這個了 欸他上禮拜好像也打了類似的議題 他不小心心裡好奇 如果他主動自己去Google的話 那我就想說嘿嘿我的目的達到了 就是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這種力度不深 但是次數很廣的 好像對傳達自己的目的啊也是蠻重要的 當然我自己是自詩說 嗯能夠不要放棄 不要因為好像身邊比較少人懂 懂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就是萬一好像就錯失未來 他們可能可能會加入我的這種 就是比較比較有關環境關切的一個機會 好這是我最近的比較生活方面的心得 謝謝董同學 哇大家今天都坐在這一邊 所以我在朝這一邊嗎 好那個大家好我是我是劉子鳳 然後我現在是讀陽明心智哲學研究所 我現在是念研究所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現在有一些人在罷免無慾聲這件事情嗎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好那大家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然後先進行到什麼的階段了嗎 好因為我現在會在這裡講是因為 接下來他們要做的那個動作是在下星期一 然後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聲援在立法院 那他們現在是為什麼要罷免無慾聲 就是我們在想說我們的所謂的民意代表 就是要代表民意嘛 可是他就他都公然的說我要以黨意為主 那就算人民他們在想要什麼我都不會聽的 他都可以公然講這樣的話 然後像是他說 他會他覺得要立即停建核四 可是真的在做的時候還是支持核四通過 然後他說毒牛絕對不可以進口 可是他在實際在做的時候還是以黨意為主 還是就是讓毒就是毒牛通過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罷免罷免這個民意代表 因為他完全無法代表民意啊 那要怎麼去罷免他呢 就是要由當地的選區的人來出來投票 說我們選錯了 不好意思我們把你選出來 然後結果發現你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要把你再fire掉 那所以他有第一階段就是說 兩趴的人那個選區兩趴的人要出來說 我們要提個案子叫做罷免案 那這個通過以後呢才開始說 好那個這個案子可以連署 那要有13%的人 那個選區另外13%的人 不包含一開始那2%的人喔 就是這13%的人就開始連署 連署通過之後 然後這個選區的人才能提說 那就是1%的人 就可以開始罷免他 然後最後是說 你至少要1%的人出來投票 然後當然是贊成的多於反對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要罷免一個人 這本來我們最自然的一個權利 我們覺得你不適任 你應該直接下台啊 你應該自己慚愧 然後自己下台說我無法代表民意 可是好就算我們知道說 現在罷免這樣的這個事情 那麼難的進行 而且從來我們都沒有罷免過一個 我們覺得不適任的官 不適任的一個立法委員 然後這是第一次 所以說下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一早上9點半 那這個我們已經通過了2%的提名 就是說我們說我們要成立這個案子 然後之後要連署 就是好不容易已經集到了6000人 然後我們要開始 就是說去提案 那歡迎大家星期一早上的時候 就可以到立法院 然後大家一起去參與這場 就是台灣第一次的罷免 好謝謝大家 等一下你不要下台 來老張來來來來 我們這邊有一些話想說 關於子鳳剛剛說的事情 我們有一些話想 我們有一些疑問 其實子鳳剛剛講的這些 他只是告訴我們有這樣子一個活動 希望大家關注 但是我們並不是在這裡宣傳罷免這件事情 因為宣傳罷免似乎是 不合法的 不是不合法就是法律所禁止的 所以我們這裡要特別澄清 因為我們剛剛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分享有這樣的資訊 我們是在做一個小組會議 我們其實是個交流 我們這裡公民論壇本來就是意見的交流 那我們這裡沒有要罷免任何人 是 對也跟某一個什麼旅館啊 什麼 沒有關係 欸是是是 我從來沒去過 欸 這是我們剛剛的 就是一個小組會議就對了 對對對 那只是說 目前社會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如果想關注的朋友呢 欸 上網搜尋 對對去關注一下 這樣子 是沒錯 好 B&W活動 O